火勢燃燒 濃濃黑煙不斷向上竄 不時還傳出爆炸聲響 消防人員健壯趕緊後退 滾滾濃煙遮蔽天空 好幾間鐵皮屋陷入火海 路邊轎車也遭受搏擊 休旅車內部瞬間爆炸 火苗竄出一旁機車 同樣陷入火海燒成廢鐵 高雄三明區大昌大玉路 鐵皮屋下整排小吃摊傷 發生火警 入口監視器拍下下午接近兩點多 街角疑似素食攤位冒出火花 一名男子焦急跑到馬路 當在炒菜的時候 就是旁邊就突然就冒出了一個火 然後就開始有人在見到說 找火 找火 然後就趕快打電話叫1192 就是這樣火就衝一下就燒起來 他們那個賣素食的那一家 聽我們隔壁那個消息說 都好像被半倒那個瓦子了 結果就起火了 當時火勢一路延燒 共有9間店面受波及 包含三角窗店面 港點店右手邊鹹酥雞店 廣東粥店鹽水雞店 到左手邊素食鴨肉麵店 臭豆腐店娃娃機飲料店等 全部被燒得精光 損失不小 公仔麵口感Q彈 醬汁香醇還有各式配料 吃起來相當過癮 港式魚蛋香氣誘人 被燒毀的知名港式餐廳 夜市起家 業者兩三年前擴大經營 在大廠路開了店面 如今不知一句 還有知名鴨肉麵攤也被燒毀 我很心痛我想哭啊 在那邊做生意做多久啊 我這裡做了三年 三年過四個月了 有一個員工在裡面的 我是在約半小時後撲滅 苦心無人受傷受困 看到苦心經營的生意 被燒得精光 業者忍不住飯類 現場還有至少十部 汽機車燒毀 至於起火點 是否與速食店有關 還是有其他因素 還需要由火釣人員釐清 下一次請問 黃啟超 陳雲安 SNG小組 高雄報導